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區政府終於公佈了 有關於現職公務員宣誓效忠的細節 在昨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說 在經過了諮詢意見和進行研究之後 決定安排所有現職公務員 一次過進行宣誓 絕大部分公務員 將會以簽署聲明形式完成 特區政府會透過部門 安排公務員在限期前簽署聲明 至於各個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 除了簽署聲明以外 作出宣誓也是適合的做法 即是高級公務員要做多一步 其實大家就會關注到 在現職公務員隊伍當中 其實有不少人都是持有外國護照 尤其是英國公民BC護照 和英國國民海外BNO護照 現在特區政府這個宣誓效忠的安排 會不會和部分國家的法律有所抵觸 在今年7月份 很多英國媒體都印出了消息指出 說約翰遜政府是打算 很快地去修訂這個叛國法 在新修訂的叛國法底下 任何人去宣誓效忠外國勢力或者組織 都會定為犯罪 當他們在英國活動 或者試圖進入英國的時候 就會被檢控 這項修訂的原意就是為了堵塞法律漏洞 因為之前有英國人曾經加入了伊斯蘭國 但是當他們返回到英國之後 由於他們沒有在英國境內進行任何的違法行為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面臨到法律制裁 所以這個法律的修訂原意就是為了針對那些恐怖友仔 但是 他裡面就沒有說到任何的豁免條款 那麼我們又看看到底那些現職公務員 去安排宣誓的時候 那份誓詞究竟是怎麼寫的 公務員事務局的網站其實是有登出的 那個誓詞就很簡單 只有三幾句 大概就是提到要擁護香港基本法 效忠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盡忠職守 以及對特區政府負責 就是這幾樣 裏面就提到要效忠中國香港 到底為這一項的誓詞 會否跟英國新修訂的叛國法有所抵觸呢 這個就是那些簽署的公務員要想 因為他們簽署了以後 那份誓詞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另一件事就是 由於簽署這一份誓詞的時候 其實就是屬於自願性質的 因為就不是說 聶德權拿著槍來指著那十幾萬公務員去簽署 故此這個所謂的宣誓效忠 如果真是跟英國新修訂的叛國法是有所抵觸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以那些被迫簽署 或者不簽不得的原因作為抗辯理由 因為根本上就不成立的 所有現職的公務員都可以選擇 簽與不簽 這個聶德權局長就提到 一旦有現職公務員拒絕簽署的時候 就會先了解一下到底他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會令人產生懷疑 他對於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是不能夠接受呢 他就說 聲明內容是作為公務員的基本要求 如果拒絕簽署的話是一個比較嚴重的事情 至於具體會採取什麼跟進行動呢 他就說要諮詢律政司的意見 但是他就估計 最少對於升簽方面會有影響 其實他就說得很保守的 只是說不簽就沒得升 他就沒有說不簽就要炒友或者解僱 所以那些現職的公務員他們自己就要作出一個抉擇 當然為了生計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現職公務員就沒有說不簽 當然對於那些根本上沒有持有任何外國國籍外國護照的公務員來說 他大可以放心簽 因為對於那些人根本上就沒有影響 是那些 現職公務員而又持有外國國籍外國護照的那些 他們就真的要想清楚 廢殺思糧 因為當他們簽完以後 是不知道會不會跟 某些外國法律是有所抵觸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現在也沒有人說得實 而且人家的修訂也未曾通過 如果是真的抵觸的時候 那會怎樣 就是當進入英國境內的時候 就會被檢控 所以就真的要三私而後行 而且不只是說英國護照 如果是持有其他外國護照的時候 那個持有人他一定是有一個責任來看清楚 究竟當地的法律安排是怎樣的 不是說 好像鄰近地區那樣宣誓當吃生菜 這些宣誓也好 簽署聲明也好 是有法律效力的 其實昨天的記者也有問到這個聶德權局長 就說如果有些公務員簽署這些宣誓之後 他又違反誓詞的內容 究竟是會有什麼懲處機制呢 聶德權的答案 其實是很糟糕的 答完等於無答一樣 他說如果出現了違反誓言內容的情況 即是本身已經是違法 或者是違規 如果是違反了國安法的話 在定罪之後就會即時終止職務 如果是違規的話 就會按照公務員的守則來處理 其實這兩樣東西都是 現有框架底下的東西 即是無論那個人簽署與否 他違反國安法都會被人拘捕 違規的話都要按照公務員的守則去處理 究竟違反誓詞是否必定要跟 違法或者違規的行為同時發生 因為誓詞的內容老實說 其實是相對空泛的 虛無飄渺一些 只是說 要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 盡忠職守 以及對特區政府負責 裡面是沒有一些很具體很詳細的規則 說明了什麼做得什麼不做得 這種情況其實就是 留了一個非常大的灰色地帶 給那些執法者 其實這個誓詞的詮釋權 就在特區政府的手上 所以大家就可以預見到 當公務員簽署這些聲明或者宣誓之後 他們在言論上一定會更加支持我審查 在行為上也只會更加支持我約束和掣索 因為那些人都會擔心 他們說的或做的事 會不會構成了違反誓詞呢 你看看立法會的議員 那個違反誓詞 原來他說這樣就是這樣 基本上就是那個政權說了算 所以一簽了這些所謂的宣誓 或者是 聲明以後 其實就等同於 好像賣身契一樣 一輩子就是要 在這個陰謀下 生活 不好說一般市民 就連這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亭都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清晰地表明相關的指引 告訴公務員在簽署完這些聲明之後 那個言行的底線究竟是怎樣 以及是違反誓言到底會構成什麼的後果 那我就相信特區政府一定是不會安排這些清晰指引 為什麼呢 因為他正正就是想做到那些自我審查 自我約束的效果 越寫得不清楚的時候 大家就越要猜猜一下 越猜的時候 一定就是 會傾向保守一些 這個必然是這樣的 那至於 那些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就說要宣誓 問題就是 那些高級官員的家屬到底又怎樣 其實當推行這些宣誓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同時 取締了那些裸官的情況 在香港發生的 因為這種現象事實上是不健康的 有什麼理由 做官那個 自己就說宣誓效忠特區 這樣那樣 然後自己所有的直系親屬 就個個都拿了外國護照 這個完全是對於 那些被管治的民眾 是零說服力 是不是做官的 更加應該要以身作則 自己就大喊壽 喊愛國愛港 原來那些家屬 就可以隨時拿著外國護照 那這些就是有問題 是不是應該要取締了他 還有 在立法會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功能界別 還有十幾個議席 他可以 持有外國護照的情況下 是可以做議員的 這些也是奇怪的現象 是不是 既然都要宣誓效忠特區 那樣擁護基本法 為什麼還會容許那些 議員持有外國國籍 這件事是不是又要修改了他 那個標準是要一致才行的 不是說只會針對那些基層中層的公務員 連那些最高層的公務員 你也是要以同一個準則來量度才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